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即使功略這個環節 但身邊嘉賓有Stanley在這裡 Stanley你好 大家好 Yo你好 大家如果有什麼股票問題想問Stanley的話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2804-6566 又或者將問題WhatsApp去到91571428 亦都可以連入去到ask.bschannel.com 同一時間我們耀財財經台的Facebook和YouTube Channel 都在直播 大家有什麼想知想問都歡迎大家留言 Stanley就會盡快解答大家 跟著跟大家跟進港股現在最新走勢 先看到恆指現在升超過200點 28731點 升215點 國際指數都升124點 升11353點 而大股成交金額已經超過700億 去到709億元左右 至於A股方面 看到主要指數齊齊向上 上正升近百分之一 升27點 升1788點 深正升127點 佈在86101點 而創業版指數升超過2.7% 佈在1446點 升38點 然後到和Stanley說回大股情況 看到恆指今早低下幾點 之後曾經跌近8至5點 但幸好之後又咬腰回到升 現在升超過200點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路透社引述一些消息人士指 中美談判的代表 現在處理六項關於結構性問題的諒解秘密 還在研究減少美中貿易疫差的十項項目的清單 今次的貿易談判好像多了少少資料出來 大家經常都說沒什麼消息 今次好像說多了少少出來 是否真的可以支持恆指去到29000 差200多點 Stanley不算多 都不貪心 我經常都說自己 不貪心的 還有現在升效多些 升效多些 現在都和你所說差200多點 你說在今個星期內 如果真的在貿易談判裏面 有些比較大的進展 你說升了200多點 沒有說不行 而且這一下上升 有點而是和人民幣的匯界有些關係 因為其實你看回我們這一陣子的時間 人民幣的匯界 即中美這一段的時候 都不斷叫做破壞 最新好像是2.69 6.69都好像穿了 所以就變成了 你説成為人民幣的走勢又強 然後你見A的那邊又做得比較好 你講過那邊 都在這個情況 也叫做真的越升越有 不過就沒有這些市況 看你信不信跟不跟 其實這些 因為這些事件本身就是 都炒作了一段的時間 你說現在就好像差不多 真的有些叫做微目是搞定的 所以看完 我覺得市場還有這一陣子的上升 但是怎樣都好 你說現在的大市 這一下的反彈 有多少是反映了這個因素 都真是 可能要看到出來的結果才會知道 那會不會突然轉到時 你又出來的那個協議 大家可能會覺得 如果這樣就沒有收貨 那你又真的不知道 所以只可以說 都是堅持那句 有貨的就拿了 沒有貨的話 都是沒有 就是看你自己看多少 如果你要看是29000的 那差兩百多點就到了 那你說這兩百多點 我會覺得是我的保留 但是那些本身 你說我看市場 是一段時間升的 那你現在就自己考慮一下 買少許貨 因為你看到中美雙方 好像很積極 很努力去解決這個貿易問題 因為之前一些很敏感的議題 譬如那些技術 轉讓 網絡盜竊 這些都包括了六項的備忘錄裏面 其實都很明顯感受到 他都很積極去解決 其實都真的有機會落幕 因為看到路頭 經常用結束來形容這個外戰 我真的不敢說 因為你會看到那份東西 還有有一些大委 怎麼可以談一件數 因為你沒有忘記 你談完之後 你做交易 即中方比較想 可能比較容易搞些 但是你美方那邊 都可能要看一下 本身他們的民眾的反應 反而我覺得 你美方的讓步 應該真的不多 反過來 你中方這方面 是不是會讓步很多 又是一個美資之數 所以現在 雖然氣氛上是真的很好 但是現實歸於現實 就算你簽了一整個都好 究竟受惠程度有多大 這個是要大家再去研究一下 所以我仍然覺得 市況氣氛上是利好 A谷都有一個比較不錯的表現 不過就是那句 自己小心一點 是的 估不論是怎樣 市場今天都升到200點 看看之後 接下來 賣戰還會有什麼新消息出爐 大家也可以密切留意 除了講大市之外 今天都跟Stanley 講一下手機設備股 看到三星 推出了首款可摺疊的智能手機 簡單來說 有兩個screen 打開了 其實screen就大了 看到現在定價大約是1980美元 折合幅港幣差不多要15000港元 看到它除了有摺疊式的手機 還有螢幕之外 還有六組鏡頭 當中有三組 一個主鏡頭 另外有兩個就是前置鏡頭 而且這部機摺疊後還有多個鏡頭 Stanley簡單問一下 1,000元的手機 有沒有想過買 這部摺疊機 我都看了很久 就是留意了很久 心動物 這個技術很有趣 而且我覺得 當你感受一下這些新的技術 其實是OK的 真的沒見過 對 沒錯 所以當它出的時間 我會第一時間 去潘德烏看 我是不是你說第一時間 展示上來 我想買 不是 我是很想去買 但是真的想 一萬五元一部機 也都好 老實實 真的太貴 真的很貴 那次iPhone一萬已經覺得很貴 現在還要去到一萬 還有iPhone是硬要用的 真可憐 我也不想用它 問題是 你的手機壞了 沒辦法 逼著要這樣做 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話 手機去到一萬一部 實在太過了 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很奢侈的事情 所以都擔心銷量換貌程度上 一萬五元 實在說 對大家來說 雖然是新款 可以截碟 但始終你一個萬五元的定價都偏高 都是手機來的 所以我不是馬上會去 Samsung那些店舖看看 什麼這部機 我到時都排了長龍 看到有人說問Stanley 怎麼看有沒有新手機 沒有問題 不懂得用的 而且這部機 說真的 挺有趣的 你摺起來 但我又想想 你摺起來的話 應該是一條狠 買到你 你摺多少下 又會出現一條狠呢 因為如果出現一條狠的話 整部機又很失真 對 其實你看東西都不靈 無論看片也好 你無緣無故的價格 其實已經不靈 所以那些三千元的話 我馬上買 買到兩部 三千元的話 你會說米狗在等你 米狗在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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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2,999人民幣 可以嗎 機如其名 米狗 所以不搞 可能你看到三星 推出了新手機 手機設備股 今天的走勢都不錯 現在新世代手機 都玩多鏡頭化 你看到我剛才Samsung那部 都說有六組鏡頭 又說這個規格升級 未來華為小米 亦都說會推出折疊的機會 接下來的手機設備股 是否大家都可以再炒到 不過我講一句 你講一講 接接你的機 究竟 很簡單 假設Samsung這一部 推出完之後 不行 我想不太好買 另外那兩部 如何定價呢 因為按道理 如果定了萬五元的話 我覺得這個技術 本身的成本都很貴 但假設都不行 很大件事 很不買 那兩間會怎樣部署呢 其實這一下 我當你炒 你可以出一部接機 但大家要想一下 萬一元這部機 是不是真的肯買 如果一萬元 我想大家都會肯買 華為這些其實都不便宜 都已經是107千元 但你不要忘記這個技術 我提到那一件事 你摺 其實沒有錯 你摺這一一下是很吸引的 但如果你摺一摺 又會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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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它斷了 我們會肯都算 現在想到肯很算 AOMLED那些 AMRLED 應該是有些軟 柔軟度比較高 但我只是想 你摺一件事 你摺 你摺一摺 會很快 整一下整一下 一定會有肯 如果肯有成本機 那真的是成本機 你摺新東西 拿一萬五元去 喂喂 你摺了 一萬五元好像有很多新機 可能那條街 立刻有很多人看著 Stanley拿著買 我怕被人搶 說實話 對 很容易被人搶 整件事好像 想一想一想 好像沒有化算 沒有化算 那會不會轉買手機設備 Stanley 要一萬五元拿去買股票 試試炒話 說實話 可能轉走 可能是好些 還有機會增值 還可能輸不完 可能還有些錢要下袋 那些就OK 但如果選擇應該選擇什麼呢 Stanley 剛才也有說到 手機接下來可能會出一些摺碟式的手機 當中包括華為、小米、三星 這些其實都是順悅的客人 反而瑞星的客人是蘋果 其實沒有什麼提及這方面會出一些摺碟式的手機 變相之後 兩者如果炒熱潮的話 可能順悅會比較抵直 我想 如果你說現在要炒鏡頭這件事 那一定是順悅的 都沒有第二間的 所以我看看能否開這個圖 因為 樣東西是挺特別的 雖然我自己還沒去計算過這條數 但如果你說是順悅的圖 你看到它 其實這一下 我拉近一點點 太遠都沒有什麼意思 拉近一點點 你看到它這一下 自從見到60元這個位置之後 彈得挺急的 大概差不多接近五成左右 這樣升幼多點 但是反觀呢 另一隻是瑞星 其實你看回頭 它真的好像比人還慢 哇 今天過來很慢 完全都攪不到 不止瑞星比人還慢 連電腦都比人還慢 沒錯 那不理它 先說一下 不要拍到那個圖 也攪不到 由它先 由它自己再攪一下 但是你說如果以它的走勢去看的話 順悅真的比這個瑞星 真的強一些 似乎都反映真的 就是兩者那個 我們現在這一個手機的 我們說是根替潮也好 似乎就是順悅的賣點 相對比較高 反而你說現在瑞星呢 因為始終你是同一個蘋果那邊 大家都同一個叫掛鉤 就像是蘋果不行就它都不可以 如果蘋果沒有什麼新的技術 技術也好 新機也好 就沒有太多 現在都好像沒有什麼聲氣 所以你說兩者的表現上 真是差天共地 這個制陣 所以變了 現在你要炒的話 都是順悅的 但是只不過 有另一個問題 順悅呢 雖然做鏡頭的 但是問題就是本身整個板塊 就是你可以說這個板塊 我覺得呢 是會面對著一個情況 或者是那個叫做 整個競爭那樣東西 其實如果你競爭厲害的時候 變相你那個毛利率 有機會是不斷受壓的 這樣又可能要看看 之後的時間出來的業績 甚至乎你說 即今年那個業績有沒有說 就是出現這個狀況 因為順悅就比較上 它只會出每個月 出那個叫做出貨量數據 它又沒有說出那些 好像那些個別公司 不是出貴度的一個盈利 它有沒有出這件事 那你會不會逐個月去看 這個情況 所以就差不多看 我覺得建議大家 都是看一下那個 這個換機潮 是不是會提到出現 如果不是的話 都真的可能這價位 我覺得未必太吸引住了 提提大家 三星這個摺機 其實在4月就會出現 這麼快就出現 那時候大家可以看看 到底是否牽不牽起 換了熱潮 到底市面 你換不換了 但是我不會隨便 從這個iOS轉到這個android 因為其實你過夜 我都覺得很麻煩 即是本身蘋果手機 你儲存了很多東西 可能相片也好 歌也好 什麼都好 你要過過去android 其實都要花點時間 是的 所以變成現在 這部機會不會令到一些人 真的會跟換那部 整個Sesimo機 由iPhone轉到這個Samsung 我覺得是 我不排除會有 但是會很少 還有呢 根據很多時候的經驗 就是說 用到iPhone的人 是轉不到在android 是啊 是果粉來的 大家真的很中情 因為你習慣了 那麽方便的iOS 你變成Samsung 你用了android 可能你不要習慣 這樣 我到時那天出機 那天都跟Stanley下去 Samsung 看看 OK 摸一下也好 拍一下照片 打一下卡也好 打一下like也好 買就未必買到 但是看一看也好 可能整天都沒有貨 DISPLAY 都不掃出來 不會啊 拍到搶手了 不是 Samsung 有專門店 是不是好像 是不是 我想他就算沒有專門店 他應該在一些連鎖店 都會有counter 是 但是不知會到時很搶手 或者沒有 真的不知道 到時我們四月就會自有分別 還有一件事 我想一想一想 你的機器全部是這麽油性的話 會不會有指問問題呢 那我真的不知道 我實在說 因為你遠的嘛 其實遠的話按到你按下去 就是這樣按下去 我覺得這個不筆 這個不筆 這個不筆也變成是 有機會是 真的不知道 要看它等它 遲些可能再多些些規格的資料出來 大家就可以看到 算了 看到那部機才算了 我看片就覺得好像很美 很精緻 但是真的要搶一下實物 我都肯定了很久這部機的了 只不過1500元就被嚇壞了 Stanley 我都強調了 1500元就真的嚇壞了 3000元你又想不想呢 不如說話 有一個有趣的 我今天想想一點點 好 這部機要拆開它多好 分兩部 是的 這樣就值得用 一家人分兩部 一七千五 這個真的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想一下這些工資 你給我一條好玩的 OK 我們可能試行研發這件事 不如試想一下 我們應該賺過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兩個機分開 合成了一個螢幕 很厲害 其實現在經常打機 那些遙控機 都是這樣拆開 都是這樣合起來的 其實是 真的可以的 有想法 Stanley 有生意的頭腦 可以說 我問一下 我提議給小米 不如你過方 小米 他有沒有看我們做節目 先發聲給他 阿雷君 先發聲 他也是同樣 推出了新款手機 手機 剛才也提過 標準版的定價 是大約三千元人民幣 另外還有一個透明版 是大約四千元人民幣 夜村也出了報告 這系列的手機 其實小米主打中高端市場 而且新型號的手機 和同業旗艦機的規格 可以看齊 而且價格 定價也有吸引力 以及有競爭力 之前和Stanley有談過 小米當時的估計 是十元左右 你也有說過 十元這個水分 可以接近反彈 但現在 講一下 已經有11.46 現在是否也叫大家 不要考慮 小米也看得偏向 一向都是 一向都是 而且那句 米餃也是米餃 可能真的不同 其實你說 我不知道 小米有沒有吸引力 你會不會買 如果三千元這部機 如果三千元他會接機的話 我可能會 我一定會換自己三千元 是的 我都知道是不可能的 你SENSON15 我是戴上頭的 如果他真的三千元的話 我一定會買 買來看看也好 像你所說 買來學 看什麼來也好 等等 真的沒見過新的 你覺得 拿一部三千元的機 和一萬元的機 比較好 相比一下 可能最終 小米贏了 性價比 如果他真的這麼厲害的話 我真的 我真的 不買手機 不買手機 我直接買去 買股份 支持雷軍 對 突然間即刻 即刻投誠 不要開玩笑 轉帶 不想到 如果 戴前看 他那個接機要三千元 我知道是妙想天開了一點 那就算了 我都不需要 對 不需要太認真 沒錯 即刻都維持我的看法 都是比較淡一點 淡一點 沒有 我想你的手機 三四千元一部新機 有吸引力 還有有競爭力 但問題是 買手機的東西 都不是說你不說你性價比 其實你說性價比 這件事 不是現在這一刻 就是以前的時間 小米也好 華為也好 它最主要是買一件事 其實都是說性價比 是比別人高 但是為什麼好像 總是和一些 一些一線的牌子 一些距離 主要是定位 和品牌的問題 其實華為現在算是這樣的 華為已經打了一條 出路出來 就是說 它都有些高檔似的一些 一些的機器 但是小米真的好像 我不知道 你要說服我 它是一些一線的 很大的品牌 我真的不要覺得是 所以你說現在這些位 甚至乎 它那個前景 我又未知是很樂觀 好啊 Stanley 跟你說 收起設備股之後 我們來聽聽家庭觀眾的話 有位李小姐在等我們 李小姐你好 兩位支持人你們好 我想問1478優泰 我六個月買了 我想問 其實這隻機器可不可以去 意思是買到它有沒有買錯 還有指賺指蝕 好啊 那我和Stanley聊一下 1478優泰 家庭觀眾就是六個月就有貨了 我想知道你怎樣看這隻股份 有沒有買錯 以及可以避免指賺 指蝕或者目標價 李小姐沒有賣錯 有錢賺的話就對了 現在有錢賺就可以了 不過只不過你說 公司本身那個 就是業務的發展 又真是一般一點 雖然 你見到的了 它回到一些出貨量方面 一些的 涉及頭部組外面 那個出貨量方面 它不差的 都叫做幾不錯 只不過就是 行業本身的見證 是比較激烈的 我覺得它那個 都是為了關注 回毛利多的情況 不過是短期的時間 因為始終大家都知道 現在一個市場 都真的有比較多 跟這個手機相關的 比較上是 即是好的消息 要是配合 你的價格 又真的有些比較 是幾次元的反彈 所以如果你本身 是有貨的話 你現在這些位置 可以先拿出去 但是記住 這隻 不要說這隻 AdSense也好 它也好 那個價格方面 其實真的好波動一下 你看它其實這一陣 尤其是這一陣的時間 它在股價 之前大概是四元左右 這些位置 已經充滿上幾六個 這些位置 差不多五成幾六成 所以就變成 短期的時間 我相信你 它都有機會 可能在這些水平上 可能有些叫整股 所以 安全為上 可能暫時 大概是六元左右 還有一個指示位 它不穿 你先嘗試一下 握上去 但是上面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 如果再樂觀一點的話 我相信你一陣的時間 它有機會 可以使用前個位 大概七元左右 有些位置的水平 好 謝謝Stanle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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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小姐的電話 如果有什麼問題 隨時再打給我們 問一下專家的意見 然後我們再聽一下葉小姐的電話 好啊 葉小姐你好 葉小姐你好 你好 有什麼公表問題 想問Stanley 你好 葉小姐 好啊 我想問那隻三八四中國煙氣 那我二十八個一毫半 今早就入貨了 那我想問呢 它短線上網多少 還有什麼位置要走 葉小姐 你是不是昨天叫它急升那一刻 立刻上去追貨 我今早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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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明白 因為它昨天呢 昨天呢 昨天呢 它大升了上去 大概是二十五個嶺 這位置 嗯 上去現在二十七幾 二十七個嶺 二十八個嶺 這位置了 那今天暫時叫做 保持著那個升勢 是 昨天那一刻大升有什麼原因呢 因為我看到不單是去急升的 其他一些天然氣的股份 都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是 不過就是因為始終這些板塊 我們都經常都說的 那這些都是一些 叫做割策受惠的一些板塊 而且通常他們急升的話 都應該是有一些叫做政策面 一些叫做扶持 這類的因素 所以我會說這間公司本身 我看法 純粹你以業務上的表現去看 它不差的 不過就上次業績的印象中 它有一些部分都好像 那個模擬率 都有過壽下的情況出現著 所以就短炒 你當現在這一刻短炒先 那暫時來說 如果你是以後 當前那個市場的氣氛 都比較是叫做刺激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 就這樣一個時間 可能嘗試回30元左右的時間 就可能分家段估速 謝謝Stanley 接著我們回答Facebook問題 好的 朋友仔想問257 他說中國光大國際 現價可不可以買呢 Stanley 這一隻曾經是我的外股 這隻環保股裡面 垃圾發電裡面 這一間一定是 我覺得比較好的那間 但問題是 因為之前的時間 開圖看你會明白些 因為之前他有一刻 上一次出業績的時間 同時公司宣佈這個工股 之後那個價錢 其實就覺得很慘 跌得很急的 之後再回答他 是7元左右 大概6元 7元左右 這位置 叫做是橫行拉鋸 近日來計有些突破 可能同樣就是說 落地方面有比較多的消息 就是說好像 會有比較多的資金 可能扶持環保 相關的範疇有些關係 令他的價錢也有些反彈 近日來計有些回調之後 今天有一個 可能是抽星的提供出現 其實如果這份公司的基本面 我覺得是不差 但也是那句 上一次這一下的急跌 是令到我對他的看法 有些被嚇倒 因為他本身都很快會出 上年業績 所以如果你本身 楊小姐你本身是否有課 不如考慮一下 等一等 等我去過業績出賣來之後的時間 才再部署都未遲 好啊 見到光大 中國光大國際 都在升至2.8% 報在$8.02 接著我們又再聽多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位梁小姐 梁小姐你好 主持人好 翟先生你好 可以問兩隻 1928和788 好啊 1928我想問 我買了很久了 我想問有沒有機會 翟先生有沒有機會去到$40 或$41 明白 先回答你這個問題 應該機會都很大 因為 其實你要看回 當然今生的印象中 好像明天會出這個業績 是 如果你看回永利和再之前的時間 這個美高梅的業績的話 不差的 還有因為豪刀股 其實我程度上都很似乎一件事 可能比較小提 就是 人民幣的匯價 你見到人民幣的匯價 今天來講 還有一個比較大的上升之下 這堆豪刀股都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所以如果你說有貨的話 而且你又不要太貪心 你說現在都$39.3這個位置 在$40樓上的話 我覺得機會都是相當高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有貨的話 你可以先去拿完貨 好啊 梁小姐是否還想問7800 瑤財上網買了1.76 買了4萬2股 我想問有些分析員 因為我經常飛 我剛剛飛回來 他說很多基金大哥在掃貨 第一個位置看2.2 如果你有持貨能力 第二個位置看2.5 我想問直先生你怎樣看 好啊 這隻坦白說 這隻我看得比較不太樂觀 一眾的5G股裡面的話 其實這隻 我覺得市場上有些 是怎樣說 過分地好像吹捧得太過勁 當然它的價格已經彈了很多上來 因為你見到它 由DW計過1元到的位置 上來現在應該乘搶了九成多 還有其實你說 如果反過來 我覺得既然他們說 在2.2這個位置的話 你不妨打一個 可能九折先 可能是2元留上的位置 可能考慮分柱去減磅 因為其實沒有的 你一個抽籠買的話 就算2元左右走 開始慢慢分柱去走貨 有錢的手袋 還有你說 到2.2這個位置 我不敢說 因為其實5G這個版塊 那些股份 我看得比較好的 是中通服和中興 兩隻都彈到已經黏了 還有你說現在這個版塊 現在市場的氣氛好的時間 某程度上 直接炒 炒那個衝擊 所以你說2元留上 我覺得機會是存在的 不過始終基本面 始終是對它有些保留之下 只要可以說2萬留上的位置 你不可以分家 然後去減磅 好啊 麻煩一下梁小姐的電話 接著我們聽到家庭中 好啊 今天這麼多 電話旁邊還有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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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升到我來這個位置 我想問 再去2萬9個機會大不大 現在差3、4、8點再上 我覺得機會性是存在 但只不過 其實你說這一彎 這一彎 其實這一彎的升市 最主要 都真是我們說那些 叫央行 就是這個叫寬鬆的憧憬 還有就是說 中美米談判那個進程 是 對 啊 當然 現在A官又做得 咦咦咽做得比較好 你可以說市場上 有很多消息 比較好的消息 叫做拉動國大使 大的表現 但問題就是這些消息 本身有個別來說 好像你說 為何不是談判 或者好像環球放水 這種東西 我會覺得大家可能 過份地衝刑了 所以當它真的叫做 就好像 叫做提到這彈事 但可能只叫做談得到了 反而我覺得 有機會是會 可能这一阵的升幅有机会是会告终的 就是要很少你出货 所以如果你想做淡仓的话 你可能等29,000左右这位置的时间 才暴处都未迟 现在这些位置只可以说你又不是不拨得的 但可能少住一点 好,谢谢Stanley 也谢谢各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这一节先和Stanley谈到这里 和你申报了 刚才我们提过的股份有没有持有呢 有信与 是的,现在应该没有了 好,谢谢Stanley 我们现在进一阵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稍后再见